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调基督徒必须常常祷告 因为祷告像呼吸一样是属灵生活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 而多祷告多有能力 少祷告少有能力 没祷告没有能力 信主后我仅记得长者的教导 每日操练读经和祷告 并且学习不住祷告 每日灵修祷告 不只帮助我们与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 也能够建立有规律的属灵生命节奏 总之祷告是一个古老 但是却是一个藏心的属灵课题 拥有美好的祷告生命 就得效法我们的主耶稣 祷告是耶稣与天父之间的一条热线 双方都随时联系 彼此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试试想想 如果连上帝的儿子都需要下功夫 花时间祷告 何况我们这些凡人呢 要达到祷告生活化 生活祷告化 除了每日的灵修 我想在吃饭的时候的泄饭祷告 是祷告与生活之间 很美好的一种的结合 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操练 基督徒的泄饭祷告 不单是一种宗教的仪式 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 可以追溯到圣经 《生命记》第八章第十节说 你吃的饱足 就要歌颂耶和华你的上帝 因祂将那美地吃给你了 诗篇二十一 诗篇第一节说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中的 都属耶和华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 告诉我们 泄饭祷告的圣经根据 主要的重点是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来自上帝的创造和恩赐 在新约圣经 泄饭祷告的模范的版样是 耶稣基督在 五饼二一的神迹里 还有在一夜节最后晚餐的记载 说耶稣拿起饼来 注血了 掰开分给他们 我们每天都有好几次饮食的时刻 泄饭祷告提醒我们 信仰的对象 是创造的主 是生命的源头 是供应者 祂也是保护者 使我们有能力去工作 并保守我们健康的体薄 可以正常的饮食 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在吃饭前 献上感恩 当然我们也不忘记 那些为我们预备食物的人 我想起每一次跟孩子 媳妇 孙子 孙女 一起用饭钱 大家牵着手 一起唱这首谢饭歌 歌词是 感谢慈悲天上父 赐我饮食 养我生 恳求天父教我们 自己有的分给人 阿们 小孩子并不一定晓得 每一句话的意思 但我觉得这是对下一代的 一个正面的教育 我们除了要为这所拥有的 感谢天父 还要分享给别人 这种潜移默化的祷告 就如小孩子背诵经文 当下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 有一天就会实践出来 操练谢饭祷告 可以提醒我们 以上帝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不应该敷衍了事 更不应该做给人看 最后让我们学习 凡事祷告 在生活中 不住的祷告 阿们 阿们